好想听圣经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挪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 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诡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 召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得稳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那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坚固你们 阿们